這邊拍拼一點 讓旁邊的朋友可以拍得到 左右麻煩旁邊一點 我們都OK才開始搭別機 這邊的朋友麻煩旁邊一點 這邊麻煩旁邊一點 謝謝 旁邊一點 可以了嗎 可以了喔 可以 我們就請市長開始說明一下 我們這次簽約的一些成績 謝謝 香港 臺灣還有各地的新聞界好朋友 麥克風這裡 這裡有會場的麥克風嗎 請問會場有麥克風嗎 別請你馬上等等 現在有聲音 聽得見嗎 可以嗎 好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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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聽得見嗎 謝謝我們香港本地的新聞界好朋友 以及來自我們臺灣各地的新聞界好朋友 今天成蒙香港中華進出口公會 林會長及所有的領監市熱烈的安排 那香港五大商會全部動員 香港還有好幾位立法局的議員 跟農產品水產品有關的議員也都一起參加 還有香港財政市的陳市長 以及來自臺灣高雄 有十位我們高雄市的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一起來參加今天下午這個簽約儀式 我們總共高雄市的農會 跟香港本地以及其他各路朋友 總共簽了七個合同跟契約 裡面的金額從一年到四年不等 總額接近二十三億新台幣 我們非常感謝香港本地以及各界好朋友 對高雄農產品 漁產品 還有農特 漁特加工品的支持 我們向各界好朋友保證 我們一定盡量提供最佳品質的貨品 一定不能夠讓吃魚品出口 保證出口的品質是受到嚴格的把關 讓消費者安心享用 安心採購 這是高雄市應該要有的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也要再次感謝我們香港 中華入出口工會的林會長 熱心的協助跟安排 還有香港各界好朋友熱心的安排 未來希望大家有機會多來高雄意遊 好朋友之間多來多往 高雄 高雄 香港 兩地 一家親 謝謝 好 好 我覺得這次 這次香港行政長官林鄭女士講話 讓我非常的震撼 香港所有的農產品 水產品 居然四分之一來自日本 百分之接近二十五 日本進口到香港 而我們台灣居然占到百分之三點六 很明顯我們過去 我們忽略了香港這個重要的市場 所以未來高雄一定要一馬當千往前衝 我們希望未來台灣農車產品以及高雄一起跳路來 能夠讓站到香港進出口最少要百分之十左右 我覺得這是一個合理 而且可以達到的目標 希望回去之後全台灣農民漁民一起加油 一起認真打兵 謝謝 請問一下請問的媒體朋友 麻煩說明一下您的媒體的納米以及單位 請問您的問題 剛剛是香港的媒體朋友 這邊也是香港的媒體朋友嗎 那麻煩 香港男方搞報聲 市長看多問題 第一 您怎麼看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過世 會接受習近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台灣版本嗎 第二 您對九二共識的理解是什麼 這是您處理對中國關係的基礎嗎 第三 您會不會接受國民黨的爭執 參加未來的台灣的募集 謝謝你 你的問題問得非常好 剛才後面那個水果你有沒有吃 高雄的水果還沒有吃 我這一趟講得非常清楚 定位經濟之旅 情感交流之旅 謝謝你三個問題 請繼續 還有哪邊的媒體朋友 謝謝 老闆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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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剛剛問過了 可以給下一位 剛剛問過了 可以給下一位 可以給下一位 有嗎 來 夏天號 來自台灣迷失新聞 李惠美 上請請一下 今天您跟特首惠美 聽說是比之前呢 環球還有網賓 他們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會有最高規格 你感受到的最高規格是什麼 那另外也是有延續剛剛 另一位董事業的問題 好 就另外提到說 這次連來 會談政治議題 那您在跟特首惠美的時候 雙方都有這個默契嗎 謝謝 我不知道馬英九 跟郝龍斌兩位 其實台北市長來有多高 因為我沒有辦法啤酒 但是我感覺人非常熱情 東西非常好吃 空間也很寬敞 各方面氣氛非常融強 這是這頓中泛之後 第一個直覺的觀看 第二個呢 透過交談之中 也覺得裡面有學習的機會 也有商業發展的機會 特別我剛才講的 包括農特產品進到香港 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還有他行政長官 致力於香港的轉型 增加了科技的含量 未來這一塊我們高雄思索 高雄未來發展的道路 既有的現在跟未來 有沒有辦法可能 一樣要加入新的元素 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來參考 大家都有相同的責任 希望自己所治理的城市 能夠一天比一天 這是我的感覺 謝謝 謝謝 好請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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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大家好 我是深圳瑞士記者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您剛才在演講中 提到的高雄經濟區 有沒有具體的合作 以及這一個會和 怎麼合約嗎 這只是舉例而已 舉例而已 舉例而已 沒有別的意思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談到 港澳啊 打玩具都沒有 我們這一趟來是很單純的 點對點 然後再來明天到澳門 我們很希望一步一步來 最起碼我們希望獲能出去 香港同胞願意來高雄 觀光旅遊 這是我們定位在基礎 因為我們知道 不會走之前 絕對不會跑 不會跑之前 不會飛 我們不可能一下子 就能夠做夢一樣 希望怎麼樣 天上掉下來鈔票啊 天上掉下來 不太可能 我們一步一步的走 就剛才講這個數字 才佔3.6來說 我們有這麼多成長的空間 過去顯然我們都沒有大力開發 所以未來我們希望香港 以及高雄之間 最少能做到多來多往 包括郵輪 香港的郵輪能不能多停靠一站 高雄 把人流量衝大 那麼現在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香港好朋友上網的時候 我搜索高雄兩個字 已經佔全台灣第二位 第一位是台北 第二位就是高雄 這都是一點一滴 所以我覺得今天高雄來到香港這一步 標誌的未來 高雄跟香港之間合作 會有更多更寬闊的空間 我們希望雙方的好朋友 就像今天在座的一樣 大家能夠攜手 努力來合作努力 繼續發展香港跟高雄的經濟 以及彼此情感的交流 謝謝 我們讓台灣人隨團 還有一位來問一下 趙平請 市長你好 我是台灣民國日報記者周遭平 市長你先前有說 我希望說這趟行程 所有行程都盡量的公開透明 但怎麼發現 你今天中午跟客廠的會見 其實好像 民體的變太近在外 然後所有的議員也跟官方 在一起參加 運氣的反而憲政兵 那這次有什麼特別的考慮 但是你有聽到說 種水課變 然後尊重出版單位的答案 謝謝 我還是一樣 必須要種水課變 客水主編 客水主編 對不起 客水主編 所以我們去 他們訂了我們的名額 可能空間 還有餐桌的table就是這麼大 我們去的時候 就要求我們十位移 高雄市政府的為主 所以我們請了這些 副市長跟局處長去 我們不敢簽約 我覺得主人叫做安排 我們就來配合 絕對沒有別的意思 只要能夠公開透明的 請各界千萬放心 沒有必要隱瞞 好不好 謝謝大家 好 差不多了吧 最後一個好不好 中平先生 請 好 各位也看到了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面對包括什麼一國兩制啊 九二共識啊 要不要接受徵招啊 那麼等等的政治相關的議題啊 那麼他都不答 而且他強調這一次就是經濟之旅 這一次就是要拼經濟的 那麼現在呢 您看到他要離開這個會場之前 其實也獲得了很多香港的 包括議員啊 那麼還有在地的企業人士們 那麼他們的歡迎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